喂喂喂 大家好 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個令貓貓聽教廳話 令他們好像點了穴的絕招 就是捉住他們的後頸皮 即是我們俗稱的 嗯...其實我不知道中間是什麼 英文是scruffy 我們就簡稱它為捉頸 而市面甚至有這些用途的夾仔拿來賣 通常說捉頸是模仿貓媽媽擔著貓B 是一個很天然又無害的方法 還會令他們很有安全感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今天我們就來研究研究 歡迎收看我們的頻道 貓狗動物街會以科研學術的角度 分享有關動物的題材 如果想知道更多與動物相處的知識 想對牠們有更多理解的話 就訂閱我們的頻道吧 在1999年的時候有人提出捉頸絕招的原理 就是貓媽媽擔著貓咪的後頸 就會撕起貓咪的反射神經 多數是Immobility Reflex 令牠們很自然就會動不動 除了貓貓之外 一些鼠類和兔子都會看到這個現象 而貓貓在自然界 通常就發生在貓媽媽丘子 還有在貓仔貓女敦輪的時候 真的強姦 早十多年左右的風向相對都是說這個絕招很棒 討論的重點主要是在效用上 例如哪個年齡層的貓是最有效的 大家可能見過有些影片或者YouTuber 分享過用這個絕招來應付貓貓的日常難題 例如剪指甲 然後開始有人質疑常規化使用這個絕招 2018年左右 International Cat Care這個組織 甚至發起Scruffy campaign 反對業界上沒有路常規化使用Scruffy 在這個背景之下 今天討論的報告就在2020年 在加拿大出品 比起有效性 今次研究人員就想看 這個觸頸的絕招 比一些常見的handling方法 對貓貓來說 法力是哪樣大跌 用回原文的字眼 是負面情緒 Negative affective states 他們的實驗就用了四招 第一招是普通約束 即是用最少的力 輕輕扶著貓 給貓貓自己選一個舒服的姿勢 站、睡、坐都可以 而且他的頭、手、腳都可以動 只是不讓他走開 第二招是金蛇前屍首 金蛇前屍首 要他只有一個字 就是鎖 將貓貓整隻橫放 然後捉緊腳 再壓住他的頭和身 讓他動也動不到 哎喲 你看他多可愛 第三招就是我們說的主角 觸頸絕招 用一隻手 好像握拳頭 捉著貓貓的後頸皮 貓貓可以輕微地動動 最後一招就是用觸頸夾 用兩個專門夾頸夾 夾著貓貓的後頸皮 然後研究人員會量度貓貓 在不同弱觸方法之下的呼吸頻率 弧孔放大比例 耳朵反應 聲音 舔耳朵的反應 來分析貓貓的負面情緒分數 研究結果是 用金蛇前屍首和用觸頸夾 是會引致最多的負面情緒 而觸頸絕招竟然是會比用普通弱觸方法 引致更多的負面情緒 而這個研究結果 就推翻了以前一些說 觸頸夾 三分鐘更溫柔過用人手觸頸的說法 根據這個排序 研究團隊就說 普通弱觸方法是在這四個方法面最好的 慢著 這個是作者得出的結論 對於研究團隊說 觸頸是比普通弱觸 引起更多負面情緒這個結論 我是有保留 先不說兩個方法 大致的弱觸程度有不同 在他提供的數據上 瞳孔放大比例 叫聲 舔舔舔舔舔舔的這個3個指標 逐頸也是比普通弱觸 出現得更少負面情緒指標 唯一就是耳朵反應這方面 逐頸出現的飛機耳反應比較多 研究團隊在 Discution 說 因為 那個逐頸的手法 不會拉到耳朵向後 但是 拉過後頸皮 就有機會令到貓貓更難開口 發聲 所以才會引刺到有這個研究結果 一句說完 他們就是覺得 普通弱觸是最好的 根本就是黑哨 嘴巴離後頸比耳朵更遠 但是捉頸就影響嘴巴而不影響耳朵 真是搬龍門 就算捉住後頸是不會拉到耳朵向後 可能這個情況之下耳朵向後擺 貓貓來說會舒服一點 這個這麼影響排位的推論 你放在Discussion 先說 沒證沒句 大家都是猜的 你反正都是亂說的 你比一次說對 你比我對一次那麼多 就著他給的研究數據 算我說次序應該是這樣才對 捉頸和普通約束都是那麼高那麼大 打個和就算了 不過作者提出的結論 已經令到有些指引建議 避免使用捉頸方式來約束貓貓 例如這份2022年出版的guide line 沒錯 剛好又是AFP的東西 就說捉頸、scrubbing一律免談 而他提出這個意見的時候 只用了這次我們討論的這份文章作為文章 而且近年開始一些外國的youtuber 都勸喻不要再用捉後頸的方式 我個人就很有保留 其實在採用不同方法的時候 要問的是究竟有效是最重要 沒有壓力最重要 還是要有一個平衡呢 就著數據來說 一個比普通約束可以達至更少動動 而且引起負面情緒可能差不多 甚至更少的方法 那為什麼我們不用呢 有一個觀念希望大家明白 有壓力不一定是代表有害 就好像人類的痛覺本身不代表有害 而對動物來說 高壓的手法出現的問題是 負面情感和記憶會有很大的聯繫 動物往往會因為這些情感記憶 出現潛在的行為變化 這個就是我們通常說 照顧動物盡量要stress free的原因 而我個人的看法是 其實有時stress是必要的 難道明知道他們怕看醫生 那又不建議他們看醫生嗎 其實研究結果還有一些疑點 譬如我研究是用兩個夾 如果只用一個夾 結果會不會有不同 出現負面情緒的多少 會不會因為觸太大力令到他痛呢 還是可能只用反射神經已經會有很大壓力呢 其實這份研究也有自戴頭盔 說真的需要用到那時候 觸後頸其實也沒有說不能用 總括來說 這份研究很清楚地告訴你們 金蛇前絲手和用兩個夾頸夾 都是會對貓貓造成更多負面情緒的方法 可面遮臉 盡量用更溫柔 更有耐性的方法是大吹勢 即是作為主人的責任 不用強迫是最好 嘗試一些分散主義的方法之類 或者加一些創意和心思 可能就會有一些更好的相反 如果很有必要要約束貓貓 就用一些殺傷力沒有那麼大的方法 約束方法是必殺技 會有副作用 而且全部都會引起負面情緒 所以有需要才用 不要貪得意就拿貓貓來試 至於用哪種方法 大家就要根據利弊和自己的情況去選擇 當然可能會有些新證據支持或者反對scrubing 科學研究就是不斷問問題和找答案 有新證據就會推翻舊答案 希望今次的影片可以給大家 今次講經比較多 對scrubing有什麼看法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記得讚、分享、訂閱、再見 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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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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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gens MathNana